大家好,那在战术旧世界终于将要正式发售之际 阿不就结合TW之前不断牙膏放出的一些新消息 在这里盘点一下首发的巴托尼亚和古墓王 这两个种族出现的新的兵种棋子 以及旧事业,新的魔法法系和一些新的背景设定 首先在巴托尼亚的新兵种方面 这个树枝材料的步行圣骑士 可以算是旧世界第一个出场的新兵种 虽然我们在全战战术当中很早就可以使用步行圣骑士 但是在以往的六版规则当中 巴托尼亚的圣骑士是必须要有做齐的单位 不过阿不也查了一下 据说这个则是五版中的步行圣骑士 不管怎样,这个新版本的步行圣骑士 从最终的涂装效果来看还是非常精致帅气的 当然也有40K的玩家看出来了 这个圣骑士的造型倒是和之前更新的 这个黑色圣堂的至高大元帅海布莱希特的新棋子 有几分相似 那显然这两位都是用一把大剑插在了绿皮兽人的身上 另外对于树枝材料的圣骑士 旧世界也推出了这套非常帅气的骑手版的圣骑士 但可惜的是在全战战腿当中 C目前还没有引进骑手的设定 那接着第二个巴托的新品种 则是这位传奇女仙芝 爱丽丝·杜夏尔 巴托的女仙芝在背影当中是一些 师从湖中女神的高阶魔法侍女 虽然GW说这位女仙芝是根据以往 湖中仙女的模型重做的 但是根据背影 这位当时应该是不了念当地的女仙芝 应该并不是当时的湖中仙女 然后对于之前戏分的普通的女仙芝和圣女 GW这次则是推出了这个叫女神侍女的新模型 也就是在桌面上 这个模型既可以作为巴托的高级法师女仙芝 也可以作为普通法师单位圣女 那同样的从造型上看 这两个新版本的巴托尼亚法师 相比于之前的这种古朴的造型 显然是要更好看的 但是这两个旗子也都是树枝的 因此具体它们的白毛质量怎么样 也还不好说 接着对于巴托的近战角色单位 旧世界也更新了这种 驾驭皇家飞马的巴托尼亚公爵 具体这个造型 根据GW的介绍 呈现的则是当时的不了念公爵 加斯蒂勒红手 但这个模型上面的代表性的文章 都是玩家可以自定义的 因此也可以代表巴托尼亚普通的公爵 另外这一套旗子 也是能够改装成这种手持战旗的圣骑士 再者旧世界在桌面上 吸引进的一种相当于是普通领主的角色 巴托尼亚男爵 也是可以通过这套塑料材质的模型搭配出来 在以往的背影当中 巴托尼亚的一些圣骑士本身就是男爵 而在旧世界的背影当中 GW则是做了细分 也就是男爵是公爵在他们的领地当中 纷纷的一种贵族领主 而圣骑士则是更加倾向于是一种战功卓著的圣碑骑士 然后在普通兵种方面 这次巴托尼亚最大的变化 当然也是目前唯一的变化 就是推出了这种步行版的亡国骑士 那不仅如此 旧世界也还细分了剑盾版的 与重型武器版的这两种 那显然巴托尼亚的这两种新单位 也是非常适合引入到战锤三当中的 那可惜的是 GW虽然更新了步行的亡国骑士 但原来的骑兵版的亡国骑士 包括其他的探险骑士和标志性的圣碑骑士 目前也都还没有更新 所以这样一对比的话 这些老模型就显得更加过时了 但这些老的模型骑士 在旧世界正式推出之后 也都会再次上架 所以喜欢收藏的小伙伴 则是可以趁机入手 那提到收藏 巴托尼亚的冰种骑士当中 之前非常稀有的 做的也是很精致 也很有个性的战斗朝圣者和圣碑一孩 这两种金属材质的模型骑士 到时候也将会再版 那这样接着 我们就再看一看 古墓王这边 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品种 或者是新的模型骑士 首先对于大众脸的古墓王灵珠 旧世界则是更新推出了 这样一个新的树枝材料的骑士 但是因为之前老版本的古墓王的骑士 现在看起来也不过时 所以这个新骑士 就显得不是那么的亮眼了 当然对于战斗三来说 如果未来Z能够引进这种 双持近战武器版本的古墓王 也算是可以丰富我们的领主张墓池 然后在这次古墓王的新品种当中 或者也可以说是 在目前旧事业的新品种当中 最大的亮点可能就是这种 死灵古龙巨兽座齐 根据相关的设定 普通的古墓王和古墓大祭司 都是可以选择这种座齐 而目前根据GW的描述 这种巨兽应该会使用一种 可以制造沙尘暴的突袭 但具体有什么效果 这个目前还是未知 另外在这套塑料材质的棋子当中 也还有这种叫做尼克卡拉暴君的步兵单位 显然这是一种装备盾牌和炼家的兵种 目前推测的话 这应该是古墓王一种纯近战版的领主单位 接着在传奇角色方面 之前早在背影当中出现的塞特拉大帝的忠实特使 古墓先锋奈卡夫 现在终于是推出了模型棋子 因为在背影当中 奈卡夫经常是被塞大帝派出去 去震慑并降服那些不服从的派系 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了 奈卡夫是拿着一条长长的谈判卷轴 虽然上面的内容一般都很简单 就是塞大帝发出的最后通牒 但我们也都知道塞大帝可是有无数的头衔 然后奈卡夫的传奇武器 骷髅炼家这次也是很好的呈现了出来 在背影当中这件魔法武器 是当年塞大帝赏赐给奈卡夫的 那上面镀金的骷髅头 据说就是来自于被塞大帝斩杀的古墓王 而且这把武器在命中敌人的时候 那些骷髅还会对敌人进行撕咬 那接着和巴托利斯 这次古墓王这边也更新了 这样一个非常华丽的古墓棋手 然后在普通兵种方面 古墓王这边则是更新了古墓群虫的模型 但是这样看起来 就有点像把之前作为炮灰的古墓群虫 做成了怪兽步兵 但这种群虫蠕动的兵种 未来如果要引入到战畜三当中 估计对于C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那最后就是和巴托利斯 古墓王一些老的模型棋子也会再版推出 特别是一些还不算太老的兵种 比如之前在市面上非常稀有的优名行者 斯林斯芬克斯等一些单位 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对于旧世界 巴托和古墓王的新兵种 或者是新棋子 总体来说 虽然目前有一些亮点 但真正的新兵种 显然还不算太多 相应的体量 也还没有之前战处2的一部 对战包DLC打 但是这些也只是目前公布的 估计未来这两个种族 也还会有其他一些更新的 或者是全新的兵种公布 然后旧世界在玩法设定方面 另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点 就是其中比较独特的魔法法系 因为旧世界的开局时间 目前已经确定是在帝国立的2276年 那泰格里斯在这时候 还没有来到帝国建立魔法学院 所以当时的魔法也还没有完全分出 我们现在熟悉的魔法八方 但是旧世界的法师 在当时也已经掌握了一些 较为原始的魔法法系 那这体现在旧世界的玩法规则当中 具体就是有战斗系 元素系 幻术系 恶魔系 这四种新的法系 而另外这四种 则是我们之前熟悉的 也是在背景当中非常古老的法系 然后对于这些法系 旧世界也都设计了七种法术 数量基本上是和之前的老版本差不多 再者就是相应的法术 也是细分了 增益 妖法 传送 魔法射击 魔法漩涡 以及直接伤害 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类别 那对于具体的法术技能 目前已知的是 巴托这边是可以使用 元素系 幻术系 以及战斗系魔法 其中元素系当中是有一个叫做 风暴召唤的远程虚弱类的魔法 而幻术系当中是有一个叫做 闪光长袍的自身增益类魔法 最后战斗系当中则是有一个叫做战锤之首的近战 直接伤害魔法 那这些新的法系对于战刺三 无来的更新来说 应该也是有可能引进的 特别是对于一些非帝国的人类种族 比如巴托 基斯里夫 以及南方王国等一些势力 那最后在旧世界的背景故事方面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 旧世界的开始时间是设定在了帝国历的2276年 那具体当时的第一场战争是由于死前 巴托尼亚一支深入王者之地的探险队 不仅掳掠了塞大帝的一些财物 而且还在过程当中击杀了塞大帝的一位心腹爱将 所以在听闻死士之后 愤怒的塞塔拉就发兵北上 而且这次他不仅是为了复仇 同时也是想要夺回他在生前拥有的领土 那具体这次他们走的应该主要是陆路 所以在旧世界的一开始 巴托与古墓王就即将在边境亲王岭并融相见 因为在背景当中 边境亲王岭的真正形成 就是与当年巴托尼亚远征阿拉比苏丹 和抵御绿皮的入侵有关 而在旧世界的时间背景当中 当时边境亲王岭依然还有巴托尼亚的前哨战 而且在相应的地图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当时一些在巴托遭到流放的贵族势力 也已经在这里形成了势力范围 然后就是对于旧世界未来的更新计划 在最新的这篇开发者采访当中 我们则是可以看出 GW目前是计划把旧世界的时间线 从2276年一直推进到2302年 具体就是截止到前程者马格努斯 带领旧世界的联军在吉斯里夫制围中 祭拜了当时的勇士神学 阿萨瓦库尔的那一年 但是旧世界具体的推进过程 还是要通过后续不断的更新来实现 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形成了完整的时间线 比如这其中就提到了 目前前程者马格努斯 不论在背影当中还是在桌面上 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领主或者是英雄角色 因此推色的话旧世界未来应该也会推出 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 然后对于旧世界 现在依然还比较神秘的帝国 开发者这次也提到了一点 就是当时帝国蒸汽坦克的研发技术 依然还散 所以帝国的蒸汽坦克的数量和性能 在当时也是更多更强的 那最后对于之前一直还没有消息的阿萨 在最近公布的这张旧世界的地图当中 我们也是终于看到了当时的阿萨的主要势力 那我们熟悉的屠夫堡 激流关 永红之风 海门 八峰山 以及铁峰堡 这些都在这张地图上 当然对于其中的八峰山 GW在这里是刻意使用了它的古地名 那另外在这旁边我们也看到 这里应该是一个野兽人的势力 那估计是因为在旧世界的时间线当中 当时鼠人和吸血鬼一样 都是处在折服机 所以为了增加这里的剧本 野兽人也就被拉了过来 准备掺和一脚 在以往的背景历史当中 当时贝勒加应该是已经开始出征八峰山了 但有资料说 他真正在八峰山占领据点 并宣称自己是八峰山国王 是在帝国立的2473年 而有的官方背景则是提到 在2305年的时候 贝勒加就已经是八峰山的国王 所以关于这点背景冲突 旧世界未来应该也会澄清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 矮人现任的制高王索尔格林 在当时应该是在基斯里夫北部 帮助那里的诺斯矮人 但具体的事迹 以往的背景则是非常简单模糊的 另外 屠夫王在旧世界的时间线当中 应该也已经名声大噪 因为毕竟在2305年 他和贝勒爷都是矮人制高王王位的 有力竞争者 但是同样的 在那之前的屠夫王 在过去的背景当中 也是很少有提及 因此旧世界未来也是有望能够补全 这些矮人传奇的绅士背景 这样在最后 对于旧世界目前将要推出的这两个新手包 个人感觉还是缺乏一些诚意的 特别是古墓王 有些像是在拿着古龙青库存的意思 其中新的模型就这么一套 其他的都是比较过时的老模型 当然旧世界这本300多页的第一版军书 个人认为 不论对于了解背景还是收藏 都是比较有价值的 另外就是旧世界这次也有这本暂时 可以翻译为 《骑枪领主》的配套小说 其中讲述的是 一支巴托骑士小队 远赴王者之地 寻找一位失踪男爵之子的故事 如果价格合适 或者是未来能有中文版 这本小说还是值得关注一下的 这样到此 关于旧世界目前放出的一些内容 UP就简单说到这里 更多关于旧世界的背景设定 大家可以去看UP的这个合集 或者是关注 战锤的官方频道 那还是喜欢这里视频的小伙伴 欢迎关注订阅 或者是打赏支持 同时这里特别感谢 以下这些小伙伴的充电支持 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